那英格兰呢是不是会为 只是必须靠他的节奏快速度快 这个优势来胜到乌拉圭 这个方法来打赢乌拉圭 可以这么说了 可是也未必是全队 因为他上一场就曾经尝试 用这一套战术去打意大利 可是呢结果呢 他以为他年轻力壮 哪里知道呢他打意大利 意大利整队没有人抽筋 没有人累到跑不动 反而是他们自己顶不胜那种 酷热的天气闷热的天气 他们有多达三位的球员抽筋 所以他们就没有所谓的地力了 是不是 他们的体能有一点问题了 我觉得 是体能问题 对他们这个打法 在开始打意大利的时候 也是挺不错的 只是到最后他们体能 支撑不了他们这个打法 可是呢英格兰都是会保守出击的 然后他是稳重求胜的 这个真的是也是要看 他们的主帅如何去排阵 因为他们的中场组合呢 有不同的排法 比如说呢 如果他决定以杰拉德 佩达拿拿拿 那个就是一个很保守的打法 可是如果他沿用上一场 Stelling上场的打法呢 就是非常进取的 当然英格兰的教练 英格兰的教练他今天也说了 另外一个阿森的小将呢 张伯伦呢 也付出也可以打了 他也信誓坦坦的告诉了全世界 今天晚上他将会打进攻足球 当然听这些咯 那乌拉圭呢 他会不会是 因为他是来自南美洲嘛 所以他就有那个半个主场的直力 所以呢 不惧怕英格兰的这些游势 就是速度快这些游势 对这是肯定的 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巴西的主场里面呢 在这一个比赛呢 我就看到应该是多达了2万名的 2万名的乌拉圭球迷会挤进这个体育场 哇好多耶 好多耶 有supporter已经是一种气势了 而且那个气候场地 那个地方也是南美洲 真的没有在这地方 好多耶 我 不是 我 我的 好多耶 是 我 我 是 我 是 我 我 我